來看一下,如果我們已經既然已經把這個資料把它做出來 再來的話有一個問題,也是常常同學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我今天要怎麼樣可以把這邊有總共三個 時間裡面其實有算有,裡面有三個內容 一個是年,一個月,一個日好了,一個週好了 那我們才會遇到問題說,我要怎麼樣把它分開來 有沒有,比如說我今天後面的話也空一個欄好了 那我今天假設說我今天希望,幫我把那個年取出來的話 年的話是109,然後月的話幫我取出來 日的話幫我取出來 OK,然後還有什麼,週幾幫我取出來,分別放在這邊的話 那當然前面好像有講過,有沒有,第一次講,用那個test函數就可以辦得到了 當然你特別注意,不要用那個操板,你把它當文字來看待的話你會發現會有個問題 比如說前面三個字,我們直覺就會覺得用laps,有沒有,那你會發現一樣會遇到前面的問題 就laps,你在laps給它這個資料的時候 它過來的東西,你雖然你看到的,看到的實際上是109 但是實際上它在裡面的話是43983,所以如果你給它取前面三個字的話,那一定會取得的是439 那就錯誤了,對不對?OK,為什麼呢?因為主要是以色列裡面有格式 格式的東西其實就是有點像它怎麼樣?它有幫你做一些 什麼,幫你做一些外觀的那個改變啦,所以實際上裡面的值 所以裡面的值是這樣,那怎麼辦呢? 也就如果你今天看到是什麼,你希望真的就把它轉換成什麼的話 我好像講過嘛,就用test就可以了,有沒有,test的話呢,實際上它怎麼做呢? 其實有固定的那個SOP,一,請你先把這個格式怎麼樣?按右鍵出的格式 把它的這個裡面,不管什麼,制定裡面的這個公式,你就把它複製起來就好了 那這個你不用不需要知道說到底這個公式裡面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沒關係,你就貼到哪裡了?貼到test裡面有個format test 的這個字串,意思是說我要把我現在看到的真的轉換成一個文字喔 它裡面是什麼文字,就幫我轉換成那個 轉換成那個文字,我才可以藉由那個什麼切割laps,然後mid才可以真的切割到喔 這個很重要,因為很多人不會的話,看到什麼奇怪就切不到什麼 那複製起來OK,所以固定流程,你要使用test之前 一,先把這個公式複製起來,按取消 二的話呢,在這邊插入那個一樣文字函數裡面找到那個test 那test的話呢,它剃開頭啦,所以往下找test在這裡 按確定,它有兩個資料的,第一個你就給value 就是給這個,第二個的話呢,format test,請你先打兩個雙引號 然後移到中間,把剛剛的那個制定裡面的東西貼過來 不管啦,反正貼就對了,OK,反正步驟都一樣喔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它就會真的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43983,轉換成一個文字了 OK,所以這個過程喔,不管說你以後喔,任何地方喔,你要取得它這個儲存格的某部分資料的時候,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OK,很多地方啦,因為我之前有蠻多同學都遇到同樣的 老師為什麼我這邊看到的,跟我實際上抓到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 我說你是不會用test了,對它不會,不會就沒辦法 我說你用test轉一下不就好了嗎 OK,就這樣喔,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它就是,最後得到的就是一個 但是我要的前三個字怎麼辦,很簡單,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不包含等號,再插入什麼,插入那個laps laps的話呢,有沒有,然後你就把剛剛的那個文字,就剛剛那個公式貼過來就對了 因為那個公式過來,實際上就是那個那一串文字,然後取得三個 按個確定,那就109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這個109喔,它是一個文字 為什麼?因為它靠左 如果你要把它靠右的話,怎麼做呢? 變數字啊,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value就好了 OK喔,如果有需要,你要做計算的話 那你是外面再包一個value就OK了 應該有概念啦,這個蠻重要,因為很多人沒概念的話 那一定出錯,那再來的話這個 月的話呢也是一樣,月的話是在 1234,第五個字,06嘛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能用mid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我們可以用mid 那剛剛那個公式其實應該還在 所以我剛剛如果直接貼上我看 對,因為剛剛我還沒有把它再複製別的 所以那個公式,star number的話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取兩個字 是不是剛好有06,對06 OK,那日的話呢一樣 所以其實乾脆直接拿這個複製來改 要複製,取消 然後把它貼過來,改什麼呢? 因為我要的是5,6,7,第八個字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8 有沒有,然後打個勾 01了嘛 這個的話第8,第9,第10,第11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改成第11個字 取兩個字,那就周期打個勾 OK,有沒有,就打個勾告成 其他的話 像如果你要那個時間的話 一樣的方法 我就大概不展示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另外的話當然 這個方法是用把這個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當成文字 轉換成文字再切割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不把它當文字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日期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 假設我不用test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日期時間的函數 如果我要抓那個什麼 抓年的話 那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什麼函數 year 那月的話有個month 日的話有個day 那週期的話有weekday 那就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year的話 把這個today的部分資料放過來 過來就是2020 如果你假設要變成民國年的話 那什麼 減的話 1911 OK 不過它會變成一個日期格式 所以你就再把它轉換成通用 它又回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它跟上面最大不一樣 year過來的東西會是數字 OK 再來的話慢死 慢死也這樣 所以日期時間裡面慢死 然後一樣給它 6月 不過它邊發有兩碼 兩碼你可能要自己自己再把它架一下 日的話就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什麼day 一樣給它 1號過來 不過它過來如果格式不對 沒關係 請你把它改成通用 它有時候會自己 以為說你要是日期 所以你就把它改回來就好了 那週期的話 一樣 插入函數 用那個所謂的weekday week w開頭的weekday 有沒有 週期 這個是週期啊 然後這個 每天type不用 按確定 2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2的話指的是哪一天呢 特別注意喔 它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喔 他們會認為是一個禮拜的第二天 是哪一天呢 禮拜一 對 第一天呢 禮拜天 對對對 可是問題這樣也不是辦法 我們如果要把它變成週期的話 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能只能用什麼 格式了 日期 剛剛同學有問啦 這個就要把它改成C例 中華美國例沒有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週期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只能用什麼 用格式套用了 所以特別是喔 當然這兩個方法都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 可是喔 兩指之間得到的結果稍微有不一樣喔 所以你可能要針對你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去彈性的調整 如果你是強調的是文字 我只要文字的話 你用tether 但如果你要得到的是裡面的年月日的數字的話 好像year,month,day,week,day 好像比較佔點便宜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兩個方法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前面有講過 很重要 這個是用日期時間函數完成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主要就是要懂得 怎麼樣快速的把那個年月日十分秒 當然我這邊沒有提到啦 如果你要取得那個十分秒的話 還有hour,minute,second的函數 就可以分別取得你現在的那個now裡面的十分秒的相關訊息 OK喔 大概是這樣吧 那如果你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將來呢 你才有辦法把一個雛雄格裡面這麼多的資料 可以把它分開來 那分開來做什麼呢 你這樣才有辦法做計算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說直接把一個日期跟另外日期 你要做計算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OK 如果你要取得年 你就要把年跟年抓出來 然後來相減 才有辦法得到這個計算完的年喔 你不能直接把日期前日期得到 日期前日期只能得到天而已 OK 月跟年最麻煩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年跟月計算的問題 後面有個很重要的函數 可能就交給它就好了 其他的問題 讓你就不用特別去注意 其實有一個後面有個叫dative dative 如果你年跟月這計算怎麼辦 交給dative好了 不然的話 自己要來換裝 因為會有潤年的問題 還有潤月的問題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dative要怎麼針對年跟月做處理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好 好